花钱不多还能把体检报告做好看清楚自己的身体 今天张大夫简单拿着自己的体检报告给大家说一说 平时普通人包括一些特殊人群怎么做体检 首先说普通人做体检最常规的一些检查像雪常规生化全项都要看 这个能看一看的你基础健康状况 包括新建图也都要做 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该查的都要查 比如说胸部CT 比如说腹部彩超 但是这里头有一些人 比如说他长期有糖尿病长期有高血压 这些人要有特殊的加项 比如说高血压的人 注意加一个同型半肝酸 比如说糖尿病的人 注意加一个糖化血红蛋白 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年数比较多了 这个年头比较多了 看看有没有肾脏早期损伤 可以临时流个尿查一个尿微量白蛋白基干比 大家注意 一定是尿微量白蛋白和尿基干的比值 光做单向没意义 必须是比值 这个比值如果超过正常上线了 很有可能提示你有肾脏早期损伤 这个不要怕 发现早期损伤找到专业医生 使用一些既保护肾 又控制血压 又对糖尿病有好处的药之后 实际上好多人的早期损伤是可以逆转的 当然对于一些其他一些特殊的人群 比如说血脂高的人 是不是要查颈动脉彩超 查动脉弹性测定 这个也是必须的 比如说有的人 他有心血管疾病 是不是还要查查心脏彩超 这个都是因人而异 这个体检不一定花太多钱 尤其是大家 如果去自己的对口的 能够走医保的机构 其实花的并不是那么多 但是实质上只要做对了项目 好多疾病 我们可以早期发现 早期控制 最近我争取给大家讲 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大家给张大夫点个关注 咱们后头听更多 咱们后来讲